恭喜李宁宁 恭喜贡强宇 排联宣布最新决定 中国女排喜上加喜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 第三周争斗转全部结束 分战赛落下帷幕 中国队以八胜四负的成绩排名第四 坚持比较轻松的打进了总决赛 能够再次进入总决赛 实属不容易 去年在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遭遇了最困难的时刻 作为未冕冠军 却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现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人员气整 狼名之老坐镇 所以被淘汰以后 中国女排进入了最低谷的时期 紧接着郎平主动辞职 核心球员朱婷和张昌颖也宣布养伤球战 一时间中国女排群众募首 不过直到前段时间 蔡斌之老才临维收兵 成为中国女排的新任主教练 这对于他来说压力确实很大 因为之前蔡斌之老就做过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因为成绩不好下课了 如今再次走马山人 确实勇气可加 并且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以赛带练 争取进入总决赛 如今来看这个小目标确实已经实现了 总决赛第一轮的对手是意大利那一排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女排还是非常熟悉的 也曾经交扰过很多次 整体来说因为缺少朱婷和张昌颖 所以中国女排目前的实力还是和意大利女排差一点点 恭喜李莹莹 恭喜国共享宇 国际排联最新宣布 中国女排席上加息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 三周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球员的个人统计 榜单也随之公布 中国女排主攻守 李莹莹进入三项榜单的前三 得分榜和扣青榜都位列前三 发球则排名第二 是队伍中唯一在各项技术中都排名前三的选手 作为中国女排的第一得分点 李莹莹以总分232分榜第三 在进攻上 李莹莹423后得到203分 位于扣球榜第三 47.99%的进攻成功率 是所有球员中最高的 而在发球榜上 李莹莹还以13个发球直接得分 位列第二名 当然除了李莹莹发挥出色以外 中国女排的接应攻香宇也同样很出色 得分和扣球两放均有不错的排名 其中得分排在第12 发球排在第9 防守则排在了第14 这两个球员是中国女排悬段时间里 发挥最出色也最稳定的 通过国际排练的数据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李莹莹和龚湘宇不负重望 扛起了大旗 这足以证明中国女排的就是最好的 我们要相信团队的力量 期望 他们给我们看见 空国内